各位同學、學者、老師們 大家好 我是Roy 我們是中國新作商業銀行 數據機、科技研發處、智能研發部 我們這一個部門的話 都是在針對我們的金融場景 然後到結合我們學術的力量 去解決不管是客戶的痛點 還是一些內部的業務發展 首先我想要先做一個簡單的做個介紹 那我自己是誰?我是Roy 然後我目前是在這個中國新作商的單位 那我之前的話有參加了總統杯黑特送的比賽 然後有獲得了優勝 然後張照片就是剛才跟總統的照片 在那個上面我就是在用自然語言出力的方式 去針對法院的判決書 去做一個量級的解析 那我在回來台灣之前 我在美國西部回家的 Chairbar的服務場那邊 也是提供很多NLP的Solution 那我自己的專長就是在一些 非結構的資料 處理的演算法 一些digit learning的東西 還有一些自然語言的處理 那首先我們在開始這個talk之前 我們應該要先來講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題目 為什麼會有這些捕捉的問題好了 專門我們在銀行裡面 我們在分析一個客戶的資料 我們其實都是用他的非結構化 呃 這都是用他的結構化的資料 例如他的年紀 他的性別 他的學歷 就是他的身家狀況 比如他的財產 然後他的負擔 我們幾乎都是用這些已經結構化好的資料 那通常結構化好的資料有什麼特寫 通常一看會很大的變動 因為一個人的年紀就是一年變一次 一個人的家庭狀況 大概一看會很長的變動 所以通常結構化的資料 就會具備這樣的特寫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都知道 現在科技越來越好 大家要求即時 然後快速 馬上了解user的狀況 所以 我們在很多的地方都會希望可以 引入所謂的數位軌跡 也就是我們的user 在用不管是我們的app 還是我們的報名音 甚至是在我們的光望爐爛的季度 我們可以希望導入這個即時的東西 它是一個非結構化這樣即時的資料 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我們的客戶 或是可以更加了解客戶的需求 然後跟他的目的 那 在處理非結構化的資料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假如有摸過占語處理會知道 處理非結構化的資料 非常的麻煩 他麻煩從什麼地方開始 光從他要怎麼表示這個最簡單的 地方開始 它就是問題 那 那 為什麼我就會想要把自然語言跟數位軌跡 這兩個東西去做一個比較 因為當我自己在摸到那個數位軌跡的時候 我發現 它跟自然語言處理有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 像是我們有沒有兩個例子來舉例 我們一般來說話 我喜歡在幫忙的時候在大廚家吃水果 那這是一個句子 它是一個非結構化的資料 那下面這一條是 當一個人想要做一個信用卡確認的時候 就申請信用卡的時候 他可能會所獲的頁面瀏覽紀錄 那 它到底什麼地方相似 到底為什麼可以用自然語言處理的演奏 我可以用它 這邊就開始說一些講 自然語言跟我們的數位軌跡 它的相似的地方 很明顯 它們都是序列 它都看出來 那是一個順序的行為 那都是一個序列 而第二個 它們兩個的這條軌跡的序列出現 都是在有意義的單位上去做轉移 像我們在說話 我們都是 齒跟齒之間的轉移 或是 字跟字之間的轉移 那當然最近大家都想 都是用字嗎 叫做Base 那我們就說 字跟字之間的轉移 用字跟字之間的轉移 那在頁面上 數位軌跡 它就是在頁面跟頁面上轉移 所以 這是他們兩個 第二點的相似說 而第三點 就是這個序列的產生 都是基於某一種目的 所產生出來的 什麼意思呢 當我自然語言 我在說話的時候 我想要吃水果 我想要爬山 我想要喝水 都是用某一種目的 我才會講出這句話 我不會隨便因為好 我現在路著二樓 我就說 我想要看書 這是沒有道理 這是沒有sense 同樣的 我們在數位軌跡上也是 我現在想要開幕 我現在想要辦信用塔 我現在想要體力化 所以我常會走出某一些固定的軌跡 所以我會是基於某一個 特定的目的 我才會產生出 這樣子的序列 這是它相似的地方 那相似的地方有什麼 因為相似的地方可能就會造成 連鑽跑上面會有些bitless 或是一些錯誤的地方 所以我們也要把相似的地方先理清楚 首先第一個相似的地方 數位軌跡 它其實有一些是 業務上規定的你要走的路 什麼意思呢 好 呃 我當我會完環 或是我轉轉帳 我接下來一定會去哪裡 我一定會看到 我找不到別人 這是一定的 因為這就是在user experience 的過程中 或是業務的需求上 它一定會有一些必經的proper的頁點 那這個就是它相似出的地方 這個第一點 而第二點 而第二個相似的地方就是 頁面跟頁面 就是我們在所有理想 我們頁面跟頁面可移動的路徑 當初系統設定好之後 例如我網頁架構就是這樣 我app設計就是這樣 它的頁面移動路徑 是隨系統設定而固定的 它不像我們在講話 一些比較吸引的說法 或是一些比較邂逅的說法 我們詞跟詞之間 可能會沒有那麼的固定 可能會因為一些新的idea 所以會產生出一些新的說法 可是數位軌跡不是 數位軌跡就是 當我系統設定好 它就是只能這麼走 它不可能會產生出一條 系統沒有設定出來的地方 對 所以這兩個相似處 導致自然預言 跟數位軌跡上有一點點的差異性 那對於我後面的分析的話 我應該就是要開始把這些相異性也去除掉 那假如我把相異性也去除掉 那比論上我是不是可以用自然語言 但如果有時候 它一定會有一些轉折率 或者是一些連接用的詞彙 例如的 讚 它其實本身一一不大 但是它會讓語句重順 或是讓整個語句 聽起來的感覺是很合理的 所以它會加上這些傻物 感覺是不是跟數位軌跡上的那些form很像 我為了User Experience的好處 我必須要加入這些頁面 尽管對我這個User的行為 其實沒有關係 像我舉得利 我轉完帳之後 我最後太好餘了 跟我轉帳的需求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但是我為了User Experience 所以我必須要加入這樣的頁面 最重要的是 差不多有類似的樣子 類似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把這些差不多去掉 那同樣的 在數位中 也會有一些stoppage 像是屬於登錄頁 我只要每次一進來 我就可以依靠進入登錄頁 對不對 我每次要到業務的時候 我一定會到業務一覽這個頁面 像是這些都是屬於一些stoppage 那我就會把它拿掉 那最後的人 就來做一件的像是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就過一次的先處理 那接下來第二個 自然語言的文詞轉移 我們剛才前面說過 自然語言 他都是在一個有意義的實惠上 去做一個轉移 像剛才那裡的君子 他把變成這樣子 然後就像是 哇 那接下來可能會到喜歡 或是平常 喜歡跟平常可能會在 摘或傍晚會在睡覺前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文詞轉移前後 有沒有發現 在著後面很高的區域 會是一個時間負值 像是幫我按睡覺前 他也有可能是一個 地方複值 就是一個大廚下 那 在後面可能就會再接一個動詞 像是跳襪 或是蜘 這些自然語言出力的 他的這個文詞轉移 他是有他的意義 有他的pattern在 那同樣的 我的數位軌跡其實也有 他會先到帳戶密欄 之後才會去看信用卡申請 之後才去信用卡填寫 再來信用卡確認 其實他的軌跡也是有固定的 但是 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信用卡申請注意事項 所以他下面有一個英文的自駕數字 那是他的batternID 那 第一個是CA01 再是CA02 再是CA03 他的這一個部分 他是因為系統的設定而固定的 就是剛才提到下面所有地方 自然語言會有固定的流程 就是他完之後一定是誰 他完之後一定是誰 可是數位軌跡不是 數位軌跡他有固定的順序 在CA01之後後面已經是CA02 那這就是上一頁 但是基本上外部就是這兩個上一頁 上一頁就是CA02 而CA02的下一頁一定是CA03 所以他在這樣固定的頁面上 我們在自然語言處理上的時候 其實是不太會遇到這種狀況的 因為我們的矩程當非常大量的時候 他的變化其實可以很多元的 但是數位軌跡是 儘管我們的軌跡有上百萬 上千萬上增到上億 他的這邊的軌跡就是 還是會只要這樣固定的pattern去移動 那這個地方也是我們剛才提到的第二個項目處 那我們要怎麼把它處理掉 我們就要把它做一個概念的轉換 什麼意思呢 我的信用卡申請這個三個步驟 其實我可以思維一個步驟就好 只要到信用卡申請 我就會認為它是CA 信用卡申請這個概念 那我就會變成我的數位軌跡 概念跟概念之間的轉換 而不是頁面跟頁面之間的轉換 那我們就可以把概念今天提到的 固定順序的這一個問題可以注意到 為什麼呢 因為當我走到了信用卡申請這個概念 我過完信用卡申請這個概念之後 我現在的概念可能就是看什麼 我要看我信用卡的福利是什麼 所以它就變成是 它會要調到信用卡介紹 或信用卡福利的這個概念上 而不是去做每張卡每張卡的說明 因為這樣就不是我想要知道它的意圖 這樣就太固定或太細了 那我們經過這樣子的處理之後 其實整條的軌跡變得就會像這樣 它的前面就是一個通用操作的general 然後跳到下一個概念就是信用卡申請CA 那經過兩次的處理碼之後 我們就發現我們把自然語言處理 跟數位軌跡的相應處去除掉 那這樣子這兩個在資料的特性上 就有非常大的相同程度 那我們剛才把資料處理完了之後 我這邊講的好長好長 這是我們是不是都是在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要如何把我們的非解構化資料 找到一個號碼的表示式 我剛才前面一開始提過問題 非解構化資料的表示式 非常的難去表示它 我們以前穿上的問號 那同樣的我們在這邊 我們就會想到 在螢幕名牌 講中是Word Embedding 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開始有一個非常好的標示 是可以找到一組像樣去表示這個詞彙 然後這個詞彙可以具有它的語音上的成 語音上的解釋 或語音上的意義 同樣的 我們在數位軌跡上 我們做了好的前處理之後 我們比例上就可以把Word Embedding 去套用在數位軌跡上 然後達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可以找到一組像樣表示 去表示這個概念 而這個概念會因為 我們的用戶在操作我們的 形容或是APP的時候 它的意圖去寫出這個樣子的一個Evading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講到 我們拿到Evading之後 我們也要看這個Evading有沒有用 或是好用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想說 好我們有Evading 我們用標示式 我們其實就可以畫出 像是這樣子的 我們可以用這個 客戶的一個屬性雷達圖 其實是我們做的客戶畫像 那 至於這個客戶畫像 要怎麼畫出來呢 我們其實就是要把 我們的軌跡頁面 用它的概念去進行一個分群 然後我們就可以 像是這樣 我們把Evading上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分群的方式 去把你的信用卡分成一群 定存分成一群 繳費分成一群 那我們就可以找出 這個雷達圖裡面 周圍的屬性 而且這個屬性 已經 找出我們的傳統 可能用業務角度去想說 欸什麼跟什麼 應該放在一點 什麼跟什麼放在一點 這個完全就是 由一個用戶 他瀏覽的軌跡 去找出來的 一個媒體去分群出來的 所以像是在我們的實驗中 我們其實就有發現說 有一個高頻工具使用投資 他的購買黃金 跟購買定存 其實他們的操作軌跡 由來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他們 在分群中 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一類其實 可以是視為同一群 那或許我們可以在推薦的時候 有購買黃金的 我們也可以推薦 去買一個定存 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但是 對方言之就是 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畫出一個客戶的屬性圖 而且從這個客戶的屬性圖 我們銀行的行員 可以更加的了解說 我們到底針對這個客戶 他是屬於怎樣的屬性 然後他可以用怎樣的工具 去做一個推薦 那在這一塊上的話 這邊還是不外遇 要帶一下說 我這邊弄了什麼樣的套件 在做第一次實驗的時候 我這邊就是可以用 君神的方式 那有多君神的同學 就會知道 君神是一個支援很多 NLB演算法的一個套件 他可以把我們丟進去的句子 然後經過它 NLB演算法 他就可以幫助我們得到 想要的 得到他們應該出現的 NLB演算法 那同樣的 我們只要把數位軌跡 當作是磁的段 磁的單位放進去 他也可以幫助我獲得 每一個 每一個 數位軌跡概念的NLB演算法 那在這個套件中 可以用Skibboard 或是Skibboard 這個套件 你可以自由的選擇 那 我們實際上真的 確保這個Evanion之後 然後有真的 把它分群完 就是用這個客戶的屬性 目前的12345678 個8類 下去做一個分群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會把一些 像是 不是我們業務上會用到的 頁面拿掉 像我舉個例什麼 我APP的設計類 對 的確我把它分成 設計 設定類 我APP的設定 APP的設定 我也可以明顯 我發現它是一群 但是 因為我覺得它是 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的 行員 去了解客戶 可能暫時用不到 因為它比較 PANINATIONAL的操作 所以我就把它拿掉 但是左邊這邊 是滿正保留的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 左上角 黃色的 它是有一定會分在一起 然後右下角 藍色的地方 就有分在一起 對 OBODE的EVADING 做一個價格處理之後 把它投影到三圍的空間上 這樣可以比較有的感覺 對 那我也可以真的發現說 它這個EVADING 是有效果的 而且它是有意義的 這邊簡單做一個介紹 我在整個前處理的流程 我外面就是 在前面的頁面的瀏覽 群組跟排序 我就會用Pandas 去幫我把前處理給弄得好 進方前面那兩塊就是一個前處理的部分 而第三塊的話 我們會用精神去做一個 幫我們去算這個EVADING 而在最後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Mainplot like的資料和視覺化的工具 去幫助我們做一個 審卸或是承報給上面的觀看 看的時候 我們不斷的承報很棒 很漂亮 這有點可視化 都是我們在做專案或研究的 最後一步一定要做的 那為什麼 要用PiSpark 為什麼我要用PiSpark 這可能也是 所以為什麼我最後被 被入學為PiCon 的原因 可能是有問題的 就是PiSpark 我們在銀行裡面 我們的人 我們的台灣這麼多人 不是台灣還有全世界的客戶 這麼多人 每天在用數位軌跡的資料 讓成長非常的驚人 他基本上每個月 都會以這樣子一個二次元曲線向上的趨勢 一直在增加 而且我們每個月都會有千萬幾年的連線數 每個月有一幾年的列面連線 列面有來 所以我們要分析這麼大量的資料的時候 其實用看看前面做的工具 不是說不行 但是我們要自己做跑T-shirt 我們要自己做處理 自己分批 握緊記憶體 做一些連線 連線 這一次可能抽換 都可以做到 但會很花時間 而且速度不移也是最快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就會希望 沒有什麼工具 可以在延伸或是想法上 不用大改變的情況下 我有辦法快速處理這些資料 這我這邊就會提到 HotSpot 那它是一個開運的重機 的運算框架 然後翻譯性也很高 而且重點是什麼 它很快 它已經在2013.80 它在比 有一次的重移運算中 它已經打開朗度了 它可以用更小的資源 然後 運算的速度更快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特別拿出來講 為什麼會 刺惡我們 不管是在做內容 譬如是資料技術家 或是admium 也去做法律學家 是因為 它很容易可以支援各種語言 像我自己是Python的使用者 我們就有一個套件 叫PySpot 它可以無痛支援我們 去使用Spot下面的Function 所以對我們user來說 我們不用特別再去記 很複雜說是一個新的語言 我們其實就是很簡單 最重要是從Python 可以直接使用它 調整它 調整它 去幫我們 去做平行化的處理 那第二個是 它也是無痛支援的 Sequel的處理 因為像是有一些 你講 有寫XQL 或是一些它有Sequel的話 那可能 它也是Sequel-like 但是它可能 畢竟不是我們 一般的學生 或是一般我們在未來 會用到普通的Sequel文法 那這一塊的話 iSpark 它其實都是直接資訊的 而第三個是 是無痛支援的DataFrame 因為 Spark 它有提供一個的資料結構 就叫做 Spark DataFrame 它其實就是用非常類似 Pedas DataFrame的方式 去架構出 這樣子一個資料結構 所以當我們知道 在用這一個 Spark DataFrame的時候 會感覺到 沒有很恐怖 很容易就可以直接架跌過去 像我們知道的 Ply 或是Reduce 或是Man 其實這些東西 是5塊 這些東西 Spark Pedas DataFrame 它會有支援 而最後的是 它其實也支援了非常多的 Essume Learning Function 當然 Deep Learning Function 目前還沒有 但是不會來過去會有 但是至少在目前為止 它有支援非常多的 M的 Function 我們來做個比較 因為我要處理這麼大量的資料 因為我要處理這麼大量的資料 我需要有很好的 不管是套件或是工具 幫助我做平行化 所以我在這個上面上 我就可以用 Spark DataFrame 或是Spark SQL 然後加上 Spark User Define Function 然後Spark ML Library 它都可以幫助我 去做非常快速的 處理這麼大量的資料 那至於畫圖的那個 應該就不太需要 因為這麼大量的 畫圖這個狀況 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我也實際上 真的有了一個Evading 那大家可能都會想 OK我Evading了 我們分群 但是分群可能評估 這個Evading是好還是不好 因為分群不是一個 標準打看的東西 所以我都總要有一個熱誤 一個Task去幫助 評斷看看說 這些Evading好不好 所以我就在這邊 我就多做一個實驗 就是 我想要用 我的Evading 當作一個 Critient Follow的Evading 去幫助我 預測看看說 信用塔申請 我根據前面 這個User的 瀏覽紀錄 去看看他會不會 想要去做 信用塔申請 這個動作 那我這邊訓練集的話 我就是用 55萬比的 大概64萬比的軌跡 其中有9000比的軌跡 就是有信用塔申請軌跡 就是我們可以把它當成 它是一個positive的 level 那在測試集中 大概也是用了 15萬6千多的軌跡 大概2300多的軌跡 是positive的 那這是一個真實的比例 所以我們跟它說 它也是非常的不平衡 那我們希望用這種 最真實的方式去 推定跟它說 我們的Evading 到底效果好不好 或是它有沒有用 有沒有達到我們 當初想要的能力 那在這個數字的過程中 我們為了要減少 資料利益局 所以說 我們會把 它真的是有經過過 信用卡申請概念的方法 拿掉 不然基本上 看到信用卡申請的概念 就是幾乎就等於 告訴你答案 就是它是1這樣 所以我都必須要在這上面 把它拿掉 我們要力求的 比較真實的狀況 那我最後訓練完之後 我這邊呈現了三個模型 所以我這邊畫一個比較主 前面兩個比較主 前面第一個比較主 是 我用OneHightEvading MOP 去搭配OneHightEvading LSTM 因為我想先證明一下說 其實時序性的模型 它是的確是有益 有助於移行意圖的 而第二個 就是我們的重點 就是 軌跡遷入它其實有助於提升效能 我們同樣用它 我們同樣用它 Evading 加上我們前面用的 數位軌跡概念的Evading 然後同樣的模型 我們會發現 我們的F1 scores 配備的一個提升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件事情 知道 它的軌跡的Evading 是真的有幫助的 因為畢竟軌跡的Evading 它已經是拿非常多天的資料 好幾個月的資料 去把軌跡瀏覽的訊息 已經是遷入在裡面了 對 那最後 我這邊也簡單 開一個結論 就是 作為一個資料科學家 或者作為一個 機器學習的研究公司 也好 就是我覺得 這個 作為軌跡這一塊 其實 它跟資料理念 有非常大的 相似程度 在特性上 所以我剛才沒有提到 它的相似數能相當不錯 所以我們未來 只要再分析 相關的一些作為軌跡 甚至或者是 以前 是Google吧 還是哪一家公司 有給出 User的Search Query 的Blog 文章中之前也有給出過 那是不是也可以用 類似的導法 或是類似的演算法 或是類似的 類似的想法 去對資料做前處理 然後讓它可以 套用很多 已經很熟悉的 NLP連串法 第二個 我們在處理的資料 尤其是 在業界 在處理的資料 會越來越多 因為每個都要 產生出新的資料 那資料非常大量 選擇一個 適合的工具 像是Picebox 這樣的工具 絕對可以加速 整體的分析 還有它的運算 因為 我們多了更多的時間 我們減少了更多的時間 在運算上 或是處理上 其實相對也就是代表什麼 我們多了更多的時間 除了不管是錯誤分析 或是也算法改進 或是一些新的 不管是模型也好 或是想法也好 或是算法也好 這等於換掉說 對我們的點來說 就換取更多的時間 當然假如 就是 有公司錢 可以放多 可以有一些扣筒集訊 那當然也是一個方法 對 然後第三個就是 我們 有的時候有一些算法 一直都在那邊 或者是一些工具 它一直都在那邊 但 往往之間是 我們沒有辦法把這個資料 跟這個算法 建立起一個連線 因為我們認為這兩個之間好像沒有關係 但有的時候 其實 只要 換個腳步想 很多的想法 就可以把資料 跟資料去做一個結合 我們就可以產生出更多新的算法 或是可以把過去在某一個領域非常結束 或是非常優秀的算法 套用在我們的Squivory上 或是一個新的資料上 對 那以上這三點是我覺得 在這次報告中 或這次研究中 想要分享給大家的一些想法 或是一些節目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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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用這種方式的話 因為剛才就是說在不同的頁面 我們可能可以把它 就是說譬如說申請信用卡 第一個步驟、第二個步驟、第三個步驟 那當然是同一個影片 那這是有一點像斷短矢的概念 就是說我可能就是記錄它數位軌跡之後 我第一個步驟先做斷矢 就是把它取出來 但是問題是可能使用者的數位軌跡 因為假設都是銀行的話 它的數位軌跡可能就是只有特定要做的幾種業務 那這樣會不會用自然語言處理的方式去做類比 然後做處理反而有點天神 有點複雜化的他們的使用者的意圖之類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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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怎麼說 蛤 MICTER OK好 謝謝MICTER的問題 這個問題很好 其實這個問題在我剛剛進銀行之前 我也有同樣的問題 銀行的義務應該很簡單 我應該要簡單的方式來做就好了 為什麼我還要放上一件處理 而實際上等到我真的進入了這個業績的發現 優秤都複雜很多 因為我在整個成員過程中 他裡面很多的行員或是一些專家 他就跟我說 他說有時候你不要看到他只是想要點了預借現金 你就覺得他真的只是預借現金 或是你不要認為他打電話過來 然後問了你利率之後還是真的要給你借錢 他其實很多的事情跟他說 他其實都有一些背後的因素 像他可能打電話過來的問利率 他其實是想要轉代 或者是他可能點了預借現金 他其實他想要做的是分期付款的去做一些彈性的調整 所以他其實會根據他前後文很多不同的邏輯變化 或是頁面瀏覽的變化 他其實都是代表另外一種意思 所以像我舉個例子 我在這次研究中 我就有發現過一個很有趣的現場 當很常用轉帳的人 大家覺得有可能會是跟什麼業務非常相像 有人會有什麼想法或idea嗎 看起來就直接講好了 就是他其實很常轉帳的人 他跟繳費 超商繳費的習慣會非常類似 有的人會用轉帳的會不會是投資什麼的 都是跟繳費 那這個談談就直接回到你的問題 我再講第二個東西 我在數位軌跡分析中的時候 經過前處理完的軌跡變化 平均起來會有18個 所以換句話說我在操作也是數位軌跡的時候 不是我點進去按完轉帳就轉掉 通常不是 所以大部分的user整個平均下來 大概我開了一次 就是我的量好了 我的操作概念上的轉換 平均起來會轉過18次 所以其實他的變化性跟轉折是很多的 他並不是打開來 一二三關掉 很多其實打開來會在做很多操作之後才把它關掉 所以這一次我實際上碰到的資料之後才發現 他其實並不是 大家就是 這麼直接走進來走進去上天台 走進去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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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不掉 現實上的資料 謝謝 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請問一下就是說 你剛剛那套演算法 那就是現在你這個方法 你怎麼樣去定義 就是你要怎麼評估就是說 這個方法上上部系統之後 對你們的業務有增加多少獲利 或是說 就是怎麼樣去獲利這樣 基本上 假如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要怎樣評估獲利 或者是很巧的話 因為在銀行這塊算是比較 算是對我們的 你要說 那個什麼 投報也好 所以他那個方式非常自私提出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 都一定是經過最後的回測 我們才定義說 我們這個方法真實提升了多少 那我們目前 我們就只能用一些實驗 去跟我們的 上去討報說 我們目前這些做法 在過往的資訊中 可以提升多少 那是否要真實 應用到我們實務上的 用或是用一些 拱敗的方式 跟目前現行的做法 做拱敗來看有沒有提升 然後最後真的有提升的話 然後我們才有辦法去真的 宣傳說 我們這一些 尋找到業績的方法 真的幫助我們提升多少 大概就像是這樣 所以不會有那種 online test AP test 不好意思 所以不會有那種 online test AP test 就是兩組人馬 根據不同的狀況 不會有這種狀況 對 因為有些東西 你不一定真的要AP test 對 對 我想問一下 有一些其他的 可能 可以做分析的 包括說 停留在特定頁面的時間長短 這有辦法一起加進去分析嗎 這個絕對有辦法一起加進去分析 因為我們 在處理很多的 不知道各位同學或是學生們 可以跟我看過一種 一些論文 他是用一些 Dip and Wide的方式去做 兩邊去做一個結合的 我可以把 Sequential的資料 跟結構化的資料 一起相互做處理 甚至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在前面加上一個 Recorder的方式 讓它去分析 跟產生出來的 Vector 去做一個 Toncation 對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都是 都不是問題 對 好 所以 分析的關鍵點是 取決於 分析模型的改變 還是 資料表示方法的改變 我覺得 在分析的這一塊 首先第一個 我會想要問的是 我要先知道 業務目的 或是目前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 我必須要先知道 目前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我才可以 確定說 我到底是要以 資料的改變 資料表示式的改變 還是以加入的方式 甚至是模型的方式 或者是選用的 feature 的方式 這個都完全根據於問題 來去做改變 所以 通常是不太會有 一套的方法可以打 對 他有問題嗎 那我先給Vector 好 那因為 我們時間 差不多 那所以 我們 先謝謝Roy 拜拜 精彩 給Vector 我們 你 找人 去 看看 你 有